防堵Delta變種病毒 指揮中心要求機組員 二十八號起回國檢疫 必須要到防疫旅館 或者是公司宿舍 也不排除再延長完整施打 兩劑者的檢疫天數 機事工會表示 機組員目前的檢疫措施很嚴謹 中央應該要先疫調發生 突破性感染的個案 再來檢討檢疫 指揮中心週六公布 一名超榮航空臺灣籍機師 已經打完兩劑疫苗 仍然確診 由地方政府進行疫調中 目前匡列二十六人採檢 其中十九人檢驗結果出爐 都是陰性 其餘還在檢驗當中 這是我國首例機組員 出現突破性感染 根據信有機組員檢疫規定 若完整接種 兩劑疫苗超過兩週 而且抗體檢測陽性 返臺只需要七天 加強板自主健康管理 但現在出現這起 突破性感染個案 指揮中心已經在專家會議上 討論要加嚴檢疫措施 我想最主要的可能就是 感染科醫師分析 這名確診機師施打了兩劑AZ疫苗 有國外研究顯示 導完兩劑AZ發生突破性感染的機率 大約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而若是感染印度變種病毒 四天就有傳染力 機組員檢疫要確實並落實法則才能防堵 不過機師工會認為 這名機師的疫調都還沒出爐 談加嚴檢疫還太早 也有專家認為 每個人打完疫苗後 所產生的抗體不同 可針對機組員抗體檢驗結果 來檢視保護力 再來修正檢疫措施 而指揮中心表示 未來打過兩劑疫苗的機組員 檢疫措施 會朝向加嚴來修正 近期會一併檢視所有國內外管理流程 查看是否有疏漏 記者綜合報導